只要给认识的异性花钱 就能获得十倍返现 而且还是及时到账 要不找个地方试试 可不成想 就在公司门口 碰上了项目部经理 严婉 苏承 你刚才在电话里是什么意思 不想干了是吧 不想干了直说 明天我就找人事部的同事 给你办离职 正好旁边有一家咖啡厅 去试验是不是真的 严经理 你先别生气 外面挺冷的 我们去那里说吧 你好先生 请问喝点什么 给我来一杯 这个什么拿铁咖啡 好的先生 还有其他需要吗 没有了 你好先生 一共七十二点九 我扫您 爹 支付成功 真的有用 说吧 你什么情况 苏承只好向严婉全盘拖出 缠住了自己长期以来承受的压力 刚刚的情绪失控 是因为老婆要闹离婚 行了 合同我帮你叫对 你先回去陪爱人吧 苏承点了点头 道谢以后 急急忙忙打车回家 顺便买点好吃的回去给女儿 随便炸了一袋外卖 比一个月公鸡还多 爸爸回来了 是啊 爸爸回来晚了 爸爸真好 东西好好吃 爸爸 你一定花了很多钱吧 不用点这么多 萌萌吃不晚了 这不是怕我家萌萌不够什么 你喜欢吃就好了 不用操心爸爸花了多少钱 萌萌 已经很晚了 快去漱口睡觉 明天还得上学呢 苏承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那些东西都是你买的 你买那么多干什么 知不知道 马上就要交房租了 那么大一堆东西 起码也得小两百吧 这可是我们一周的生活费 你究竟有没有点数 我当初就应该听我爸的 把孩子剁了 跟着你也是受罪 月宇 我 不用多说了 明天早上跟我去民政局吧 我们离婚 苏承看到老婆这副模样 莫名一阵心疼 可以说 这些年里家里的各种琐事 都是蒋月打理的 蒋月其实一点也不比我轻松 孩子想吃 就给他买点瓣 苏承轻轻地说了一句 想要上前帮蒋月擦擦眼泪 可是却一把拍开 别碰我 月宇 你这是干嘛 我们要是真离婚了 蒙蒙咋办 我爸在老家 给我找了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每个月2200 不用考试 咱爸又联系你了 你不用喊他爸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认过你这个女婿 蒋月 此时后的梨花带 眼泪一盒接着一个掉下 看着自己的女人这副模样 内心羞愧万分 如今有了反现金 一定好好弥补回去 月宇 你放心 房租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 苏承说着就转到蒋月卡上 三千五百块钱 你 你哪来的钱 公司一直拖欠了奖金吧 虽然少点 但总比没有钱 此时蒋月的脸色和煞了许多 真是一分钱难搞英雄 有时候 几百块钱就能把人给逼死 有时候 几千块钱 就能拯救一段婚姻 一个家庭 爸爸 爸爸 你要和妈妈离婚吗 你不要蒙蒙了对不对 爸爸不要和妈妈离婚 蒙蒙以后再也不吃KK了 哦 苏承和蒋月天天相聚 两人心里不会杂着 蒙蒙听话 先去睡觉 妈妈没有说要跟爸爸离婚 对啊 蒙蒙 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和妈妈呢 明天上午 我喷姨和女儿去商场好好逛逛 下午一块带蒙蒙去幼儿园 你明天不去公司吗 我自己去就行了 我明天请个假就行 公司还能请假 上次蒙蒙发高烧 让你请假你都请不了 你看 请好了 这么容易 那也行吧 我先休息了 蒙蒙得知苏承要陪他逛商场以后 爸爸要陪蒙蒙逛商场 好开心耶 爸爸 我要吃冰金银 爸爸 我想吃这个蛋糕 爸爸 这个水果好好吃的样子 逛商场的时候 苏承有求比 这才半个小时 就已经收到了三千多元的返现金 别人逛街花钱 我逛街赚钱 这感觉实在太爽了 妈妈 你怎么不高兴呀 爸爸好久都没和我们一起出来玩了 妈妈 你开心点吗 妈妈没有不高兴 妈妈很开心 你少吃一点 晚上可要拉肚肚 现在才月初 你这么花钱 这个月我们还怎么吃饭啊 我们 老头 你不跟我离婚了 也对 你一个人自己坐着吃 也花不了多少钱 一家三口 在路过女装店的时候 女儿停下了脚 蒙蒙 怎么不走了呀 蒙蒙 这是大人穿的 不是小孩子穿的 我们走吧 妈妈 这件衣服好漂亮 你穿上一定很好看 苏承和蒋月两人 面面相聚 我也觉得好看 要不你进去试一试北 蒋月却连忙摇头 哎呀 进去试一试北 试一试又不花钱 苏承劝道 店里的一名导过人员 看到外面站了一家三口 立马洋溢着笑容走了出来 美女 这是我们店里主打的秋季新款 你这个身材比例非常适合 进来试一下呗 小李 给美女拿一件S号 妈妈好漂亮 茫茫在一旁大呼 美女 你这身材比例简直绝了 比我们的模特罩还好看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这件衣服更衬得老婆 你更漂亮了 这件衣服多少钱 帅哥 美女 我们这件衣服正在打折 打完七五折 目前是 两千四百九十九就能拿下 美女 要给你们包起来不 两千四百九十九 这还是打完折的一件 衣服就要花三分之二的工资 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消费能力 美女 要给您包起来不 导购员笑着问道 不了 苏承 萌萌 我们走吧 听到蒋月这话 导购的脸比翻书还快 一副无语的表情 呵呵 没钱就别试 弄脏我们的衣服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连给女人买衣服的钱都没有 你这男人是怎么做的 苏承 我们走吧 我没事 说好的只是试一试 没必要买 我其实觉得那个款式很一般 我不是很中意 老婆 这五年来辛苦你了 一直都没给你买过衣服 你就不要推辞了 让我给你买了吧 妈妈 妈妈 你穿那个超级好看的啊 让爸爸给你买 蒋月的眼眶湿润 最后苏承拉着蒋月 重新走进了这家女装店 小李 你过去看看 别让他们把咱们的衣服弄脏了 先生你好 给我把刚刚大件衣服包起来 怎么就不坚持一下 反而直接让小李过去了 到手的提成 就这样拱手让给了一个实习生 一件衣服 直接返现两万五 比半年的工资还要多 买就买呗 吼那么大声干什么 妈妈 怎么爸爸给你买了新衣服 你也不开心呢 妈妈没有不开心呀 妈妈很开心 苏承今天全花在了吃喝玩乐 那这个月我们吃什么 喝西北风吗 爸爸 萌萌也想要新衣服 我们班的小朋友都说我是捡破烂的 他们都不愿意跟我玩 行 爸爸给你买 你想要什么衣服自己去挑 爸爸付钱 嘻嘻 谢谢爸爸 苏承 你到底发了多少奖金啊 发的不多 但足够我们一家三口 够到小康的生活标准了 还有 你那件衣服不准退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要是退了 我就跟你翻脸 哎呀 行了行了 今天花的够多了 再不走 都赶不上女儿的家长会了 最后在奖略的坚持下 一家三口才离开商场 萌萌 萌萌 你买新衣服了 哇 萌萌 你这件衣服好好看 是你妈妈给你买的吗 是我爸爸妈妈一起带我买的 好看吧 你爸爸也来了 萌萌 哪个是你爸爸呀 那个长得很帅的男人就是我爸爸 萌萌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爸爸呢 萌萌 你爸爸好帅呀 一套新衣服竟然能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快乐 萌萌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爸爸带你去吃 爸爸 萌萌想吃肉肉 想吃肉肉是吧 爸爸带你去吃 蒋月则拦在了苏城的面前 这才四点多 距离吃完饭还早呢 你要不回公司报个到再来 没事 我今天请了一天的假 专门是陪你喝萌萌的 那怎么行 家长会开完了 你总得去公司报个到 让老板看到你的态度 不然白给你发这么多奖金啊 这不是闲内住室的提醒吗 行吧 那我过去一趟 苏城趁着女儿不注意 偷偷凑到蒋月的耳边 老头 你不跟我闹离婚了吧 看你表现 萌萌 爸爸现在要回公司一趟 让妈妈带你去吃肉肉好不好 萌萌抬起头 好 爸爸 你晚上还是会很晚才回家吗 不会 爸爸忙完了就回家 你在家里等着爸爸好不好 爸爸陪你看熊出没 好 今天一天 陪老婆孩子吃喝玩乐 随随便便就拿到了三万多的返线 按照这样发展 约入千百万不是梦 随后 苏城又给蒋月赚了五千二百 让他和女儿去吃点好吃的 你们快看 苏城怎么在收拾东西啊 他今天一天都没来上班 不知道咋回事 你们谁知道 嗨 昨天副总要的那两份合同没搞好呗 我早上过来的时候 看见严经理在办公室熬了大夜 加急搞出来的 不 按你这么说 苏城是被副总炒鱿鱼了 几个办公室的女人 偷偷摸摸地讨论着关于苏城的 昨天因为情绪失控 撂条子不干 看着严婉子熬了个通宵 差不多到饭店 给严婉点一份外卖吧 哎 圆圆 这才几点啊 严经理都已经点好外卖了 估计今天晚上又要加班吧 公司最近业务挺多的 应该不是严经理点的 我记得他没有吃外卖的习惯 估计又是别人点的 应该是王经理吧 你看又是奶茶 又是小龙虾 还有日料啥的 也就他有这手笔 有可能 他不是一直在追严经理吗 每天都带早餐和咖啡 各种献殷勤 八成是他给点 话还没说完 王凯拎着两个按心饭盒 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里 对了 小李 这怎么回事 谁点的 小李摇摇头 哎 难道不是王经理点的吗 这么说 咱们公司里还有其他人 想追严经理啊 这还用说 严经理的长相气质 堪比港台一些女星呢 哪个男人见了不流口水啊 谁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跟我抢女人 你们几个偷偷摸摸的说啥呢 没啥呀经理 知不知道严经理门口 这外卖是谁点的 不知道 王凯拎了清嗓子 我再强调一遍 公司的上班时间 不允许点外卖 现在是六点半 距离下班时间 还有两个半小时 谁让你们点的外卖 一番训斥后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 整个部门鸦雀无声 好好 有胆子点外卖 没胆子承认 苏承 上班时间 你干啥呢 苏承的情况 让王凯更加愤怒 苏承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自打今天他一进公司 我就感觉到他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估计是不在公司干了 要锤王凯吧 这脑残 平常没少欺负我们 小声点 反正今天是有好戏看了 苏承 我在跟 外卖是我点的 怎么着吧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大吃一惊 今天这场戏 越来越好看了 今天这么威武啊 刚刚不敢承认 现在自己跳出来了是吧 随后王凯直接一顿输 总共扣除工资 1093元 全勤奖300元 汪凯 我是不是把你自嘎了 拿个鸡毛当链剑 搞几把谁呢 苏承 他竟然敢这么跟汪凯说话 不得不说 很男人 很威武 很霸道 居然都被吓得后腿了紧 你凭什么扣我的工资 每天早八晚九 你说扣就扣 别以为仗着你舅舅是公司的副总 大家就怕了你 只不过是表面上 对你客客气气的 最初在办公室里 掀起一阵华人 苏承的这番话 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实际上跟王凯这个靠关系 走后门上来的经理 大家并不认可 苏承做了我们一直想做 但是却不敢做的人 王凯这样的人渣 早就应该有人出面教训教训他了 苏承 公司的制度不是我定的 你要有怨言 找副总发去 找老总发去 别在这儿发牢骚 还有我这个经理的位置 是自己兢兢业业 辛辛苦苦得来的 不是靠关系 走后门 不是靠关系 谁在笑 汪凯 你说的话 你自己信吗 如果不是靠关系 走后门 你能当上经理 你自己数数 在场的哪个不比你有能力 一抓一大把 当场暴怒 苏承 你要不想干了直说 老子就是不干了 怎么了 就你长得跟个癞蛤蟆似的 还想吹阎婉 你少做梦了好吧 怎么回事 这么吵 阎经理 你忙完了 还没有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吵起来了 阎经理 没事没事 一点小事 我能处理 阎婉烧地美目 王经理 这么多同事 你要注意影响 对对对 注意影响 紧接着 王凯扭头 就变了脸 苏承 我看你东西 也都舒适好了 赶紧去人事 走程序滚蛋 另外提醒你一句 你离职 别想从公司 多拿一毛钱 此时的阎婉见状 王经理 我说的是你 说别人之前 自己先站直了 王凯一吼个声 这 这是在说我 不是骂苏承 什么情况 这瓜子的剑子 不要太爽了 剑子跟笑说一样 不得不佩服 阎婉的高明之处 苏承 你跟我进来 王凯的心理 七上八下 已经红到了几点 做梦也没有想到 阎婉会当众 在这么多人面前 给我难堪 TM的 评审吗 这是公卫上 传了一阵笑声 笑什么笑 工作做完了吗 今天没完成工作 谁都不准走 找到下家了 哪家啊 周是国际 还是浪涛 苏承摇摇头 只是单纯看王凯不少 在他身上发泄情绪罢了 这样吧 我给你透个疯 最近我准备离职了 离职 差业 这时候离职 是不是有些太不理智了 公司的制度有问题 这一点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像这样的公司 是留不住人才的 我也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前景 考虑 你已经给你透了 你跟我说实话 哪家公司给了你熬分 什么待遇 我也打算创业 你也创业 还是这一行吗 还是转行做运营 苏承轻了轻嗓子 有一个投资人联系到了我 给了我一笔启动资金 还是这行 海上运输 眼腕皱了皱眉 投资人 启动资金 苏承可以啊 平常不作声 竟然连创业的资金都拉到了 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还没开始 不过资金已经到位了 我也有两个投资人在谈 有没有兴趣 我们一起搞 可以聊聊 门口的外卖是你点的吗 要不你拿进来 我们边吃边聊 好啊 我嘶 苏承把外卖拿进去了 他该不会真的跟苏承好上了吧 这屁股 凭什么 你怎么点这么多外卖啊 两个人都吃不完 随便点了点就这么多了 行吧行吧 我们好好聊聊 随后 眼尾向苏承诉说的找客气 苏承 我知道这么问 有些冒昧 你能不能也给我透个底 你拉了多少资金 靠不靠谱 苏承伸出了五根手 五十万 苏承扬 五百万 苏承点头 严婉当即震撑 苏承居然不动声色 就直接拉到了五百万的资金 那这样吧 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王凯见到田伟红以后 就像是见到了自己的救星 立马突上去 舅舅 今天公司出大事了 王凯添油加醋后 田伟红眉头一皱 竟然有这种事情 苏承的这种行为 不是在抗议 而是公然蔑视我的权威 舅舅 这种人如果不好好整治一下 那整个公司就全都乱套了 苏承呢 他现在人在哪儿 就在严婉办公室里呢 只要现在进去 就能抓住严婉和苏承 在办公室里偷吃外卖的现行 严婉和苏承在办公室里聊得很愉快 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苏承 副总要找你谈话 苏承 最近工作情绪好像不太高啊 刚刚又和王经理闹了矛盾 怎么回事 你应该知道 上班时间点外卖 吃外卖 是不符合公司规定的 理应得到相应的处罚 这话既是在说苏承 也是在敲打严婉 如果你想要在公司做下去的话 就给王凯道个歉 我就当今天这是没发生过 你也知道 现在市场经济不好 找工作也不好找 所以多为老婆孩子想想 田伟红过来 明显是拉拼架的 说话处处向着王凯 田伟红 你TM有什么脸 提我老婆和孩子 要不是你从中做梗 老子早他妈升职了 你B本是没有 扑啊手段 倒是玩得很溜 男的工资是 我们普通员工的五倍以上 天天干了什么时事 不吃捏脚就是习玉 老子不吃你这一套 见苏承软得不吃 田伟红颜 苏承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在这儿处理 你们这破事 是给你留面子 换做以前 我早就让你滚蛋了 不识好歹事吧 王凯此时也在狗上人身 苏承 你怎么跟田总说话呢 田总 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带水咬水 别理他 直接让他滚蛋就行了 阎婉暗自惊讶 知道苏承心里有火 可没想到 他连田伟红的面子都不给 苏承 咱们好好说话 不用拍桌子 呵呵 狗屁田总 今天就是老总来了 我也这个态度 刚来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我只听见里面噼里啪啦的 估计已经吵起来了 田总不是在里面吗 怎么还会吵起来 苏承真的出息了呀 连副总的桌子都敢拍 田总算个屁呀 他出面也是帮着他那个外甥说话 就是 田伟红什么德行 你还不清楚吗 进去也是拉偏价的 苏承今天已经豁出去了 肯定不把田伟红放在眼里 这些气啊 我也想跟田伟红拍桌子 这脑产比本事没有 天天耍人一套一套的 那你倒是进去啊 我支持你 算了算了 我下个月还得还房贷呢 项目的此时的办公车 就像是开大会似的 不亦乐乎 我估计老总不来 今天这视频不了 话音刚落 卧塞 谁闭按乌鸦嘴 老总还真来了 老总都被惊动了 今天这华越来越好吃了 项目部 今天怎么还多了不少其他部门的人 不正常 张天茂随便叫了个员工到走廊 开始询问情况 今天出什么事了 你一五一十的跟我说 听员工述说情况以后 张天茂的表情很复杂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行了 你先回去吧 卧塞 今天真的有好戏看了 副经理 经理 副总 老总 全都在一个办公室 卧塞 我好想进去看看啊 你进去干啥 IP吗 就算让扣我五百块钱 我都愿意现场看这场戏 张总亲自出面 这事闹大发了 家人们 你们猜张总会怎么处理啊 不知道 张总的心思永远摸不透 待会就知道了 张总 张总 能怎么来了